徐某俊 安瑜琴以及紀元 歡迎大家 好 來這邊 大家都一樣喔 自信的態度呈現 在備款前發 來 OK 對 女生在中間 那往你們左手邊站兩小步好不好 那右手邊 對不起 右手邊 你們的右手邊 對對對對 OK 來 好 在這個美麗的維恩代理之下呢 師弟師妹們今天也一起來出席我們的 Skin Irony 的最新超薄金屬表 有一個發表派對 希望呢 這個可愛的孩子們今天也可以玩得非常的愉快 他們最近都有這個新的網路作品跟大家見面 希望都能動得好好的支持他們囉 好 來 來人啊 請幫他們上一下道具 來 襪子的部分 好 來 OK 一樣齁 來 右 好 來 大家 右邊看我們來看中間 中間看我們來看左邊 好 謝謝 好 最左邊 關方線 這邊 看一下我們這邊 他今天責任重大 要拍照好看的照片 才能夠回家交差啊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這邊用麻煩這個 師弟師妹們是不是先休息一下下 我們讓這個維恩先單拍一下 單拍一下 來嗎 好 來 謝謝 來 麻煩我們這個可愛的師弟師妹們 先旁邊稍微休息一下下 我們讓這個許維恩在備款前方 今天也吸引他這個非常時尚自信的態度 來為這個Skin Irony 最好的演繹跟詮釋 哇 今天這個服裝很有特色 當然膠臉是要放在我們這個Squatch 這個厲害的齁 海洋藍跟酷萬藍的身上 好 我看這個前方攝影棚 讓他有沒有拍照動出笑容耶 好 OK嗎 好 謝謝維恩 感謝你 謝謝 來 請先進入我們的派對的 小樂 吳思賢 嗨 小樂 你好 來 背板前方先定格 先拍照 先拍照 來來來 今天也是呼呼呼 我們這個Skin Irony 有簡約的感覺 所以今天呢 這個小樂也佩戴出了 我們這個全新的感受 戴上我們的極簡黑 好 那一樣呢 小樂今天喔 壓軸出場 不能夠缺席啦 來來來 小道具送上 小道具送上 好 來 看小樂喔 一樣在拍攝另外一輪照片 從右手邊先看一下囉 是的 Squatch真的是 我們呢 非常熟悉的一個創意的錶環品牌 從小就非常的這個重視 小細節 潮流 我們設計 優雅 如今我們這個Sky Irony系列 感覺都是可以每天佩戴 好 來 小樂趁前方看一下 繼續左手邊 我們的電子媒體朋友 好 還有一些呢 我們的貴賓朋友們 這邊也視線跟搭一下下囉 大家都想搶拍 好 OK啦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小樂你好 你好 先打個招呼啦 哈囉 各位媒體朋友 大哥大姐們你們好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在Squatch的活動 担任這個活動大使 是 非常的榮幸 可以受到他們的邀請 你們自己 其實 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接觸這個拍攝 沒錯 是陪伴大家一起長大的一個經典表環嗎 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這個配戴的是我們這個全新上市的Sky Irony 對 感覺不一樣嗎 我覺得它特別薄 而且這次是以金曲為主 是 然後我覺得 感覺在年齡層上面更成熟一點 哦 適合你現在的感覺對不對 介於男孩跟男人中間 對 就是 感覺是一個 平衡的啦 對 所以等一下還要幫這個品牌進行走秀 對 希望你可以拿出最佳表現囉 好的 我們再次感謝小樂 謝謝 今天就是配了他們這個新的 那個 錶款 那他們其實有很多 顏色跟選擇 那我自己這次是先挑黑白 比較百搭的色型 因為 剛好配合我自己今天的服裝 對 那我覺得也蠻推薦給大家可以來看看的 因為它有很多選擇 那 不管黑的白的 黑白 金色銀色 然後也有那種比較花俏 繽紛的 我覺得不管你的服裝穿著 喜歡走什麼樣的風格 應該都可以挑到你喜歡的 對 那你是現在在挑手錶的手錶 第一種喜好 還沒喜歡 可能表面大一點的呢 還是什麼顏色的 呃 我會喜歡挑表面稍微大一點 感覺好像比較魅力一點 對 那 至於 你說顏色或者是款式的話 其實自己 不只 不只 準備一款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還是得看你自己穿衣服的 整體的風格 對 所以自己其實是準備比較多款 那平常自己是很熟食的人 還是那種會大遲到的位置 呃 不敢說都不會遲到 對 但是當然工作還是盡量準時 對 那出門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可能大概要半小時左右 我覺得以男生來說好像算有點久 因為 其實不用化妝嘛 呃 有一定要做嗎 我覺得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好像蠻會摸的 摸 呃 有時候我想衣服會想比較久 真的 對 那是不是下禮拜要開始忙了 因為有心思要 一開鏡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次新的手錶 呃 這次因為 我是想說好像 那也不太需要分享太多 因為 好像都被新聞曝光了 哈哈 呃 本來 自己都還不知道要開拍的時候 別人就說我要拍戲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但是 當然很開心就是又 這次要跟雨薇再合拍嘛 只是 呃 當然 跟上一次比較不一樣 因為上一次還是跟那個叔叔一起 那這次等於是 呃 我跟雨薇 就是這次變主角這樣子 那 呃 劇本也已經拿到了 其實對這次的劇蠻有信心的 對 那 希望之後 開播之後 讓大家看到成品的時候 也能帶給大家一些 新鮮一點的東西 對 那你講說上次就會蠻有挑戰性的 我覺得 其實很多細節上是蠻有挑戰性的 那 我一樣會盡我的全力做到最好 對 那希望這個組合呢 可以讓大家喜歡 然後也希望這部戲 可以讓大家喜歡 算是跟雨薇第一次嗎 算第二次吧 上一次是極品絕配 對 但主演的話 對 是跟雨薇第一次的 真的搭配一起 那 好處是我跟她本來就很熟了 那 呃 要 要克服的可能是 我們已經很熟了 要怎麼去 營造出不一樣的這種 畢竟最後應該是 會 會是一對嘛 對可能 我們 得去多揣摩一些這些 細節跟東西 對 那現在好像比較鑿重的細節很多 對 那音樂做什麼 今年有機會嗎 呃 應該 我現在一直都在籌備 可是 我們 計畫是希望 今年底啦 對 但 如果沒有 delay的話 我自己也很希望 在今年以前 我很怕 很怕給承諾 然後 對大家都還好 對我的fans 就是比較 因為他們每次聽了 他們就會真的很期待 那 我又讓他們 一直等 其實上一張到現在已經差不多 快兩年了 對 那 真的已經有一陣子了 所以 這次其實也花很多心思 那我覺得這張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對 因為這次 我會 做很多自己 真的屬於自己想做的東西 那 我覺得大家 可以再期待一下 然後也希望我的Loverman 可以再等我一下 我 真的已經在用我所有空檔的時間 我已經盡快也盡全力在準備 我覺得這次一定可以帶給大家 很不一樣的東西